201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时尚 林妙可由张一谋亲见 其演唱歌唱祖国 从此一叶成名 大家都记住了这位红衣女孩 许多人都在问这个小女孩是谁 林妙可这三个字瞬间传遍网络 被誉为中国第一通星 各大媒体蜂拥而至 甚至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 荣耀达到顶峰 之后进入演艺圈 拍戏唱歌主持 成为著名的童星 然而她这一路走来 却屡遭非议 北京奥会开幕时 音乐总监陈其刚一万透露 歌唱祖国并非林妙可所唱 而是另一个女孩杨佩仪 刹那舆论炸开了锅 林妙可成了霸占 杨佩仪荣誉的说谎者 后来张一谋出面解释 之所以玩狸猫换太子的霸戏 是因为原唱杨佩仪正在换牙 形象不好看 但两个小孩之后的路 却因为这次替换 发生了巨大变化 林妙可一夜之间 成了家喻户晓的小童星 上通告上节目 而杨佩仪却只能 默默回到现实生活中 过回普通人的日子 在参加奥运会 开幕式演唱之前 杨佩仪并未接受过 任何有关唱歌方面的培训 两岁半的时候就学会了一些歌曲和京剧 2008年7月 林妙可和杨佩仪展开了PK 两人轮流走进鸟巢排练 决定了杨佩仪 知识进入8月 杨佩仪没有在进鸟巢参加过彩排 三次带现场观众的彩排 站上舞台的都是林妙可 就这样 盯着AP头鞋 林妙可出镜 杨佩仪退居幕后现身 他们在鸟巢以各自方式发声 林妙可甜美的笑容 和杨佩仪甜美的歌声 让现场久安欲名 乃至全中国观众为之疯狂 然而随着林妙可的长大 我们发现不喜欢林妙可的人越来越多 黑林妙可的人也越来越多 作为同性 林妙可本应该走可爱纯真路线 可是林妙可走的却是性感路线 这才会连丰胸这样的丑闻都扯上了 而杨佩仪也渐渐走上了正轨 2009年年仅8岁的杨佩仪签约金牌 达封唱片公司 受邀参加在香港举办的慈善音乐会 在香港红看体馆参加 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60周年唯一晚会 与香港歌手张学友 音乐家高时章 以及小提琴家姚绝合作表演 2016年小姑娘15岁 变得漂亮起来 她跟团到处演出 在国内在国外 她的歌声飘扬在每一处 她终于可以不用担心 因为换牙而被人顶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